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昨天夜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了一惊 好可怕 又继续下杀300点 但是今天的台股依旧很强 中场只有小跌了20几点 连续两天台股都有一点V转的态势 但是不太妙的是 昨天融资还是持续的进场 所以呢 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止跌点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好 第一位是K线之神朱家宏 朱老师 好多人在敲碗朱老师 因为上个礼拜台风价 朱老师没有来 没有想到才短短两个礼拜 朱老师说 现在的现行真的有点不太妙 有点空头走势了 但是还有没有就 等一下朱老师会帮我们看一下 有哪一些的指标出现的话 大盘还是有反转的机会 另外我想现在套牢的人 可能比获利的人还要多 朱老师也会来分了 轻度套牢 重度套牢 等一下教你解套的好方法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存股总编 傅旭哥 好还记得傅旭哥上次来说 如果今天他的股票 从高点下来跌了10% 他会减码 今天来拷问他了 你减码了没 他说没有 为什么傅旭哥这一次没有减码 他发现有一些原物料在下跌过程中 产生的台股受贿股 他反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他们不但获利会提升 而且也是很好的资金避风港 至于他的蝌蚪头 不但没减码 还考虑加码 等一下原因讲给大家听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烽火轮 艾伦 好近期烽火轮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什么呢 哇 右侧动能交易最近好像有点辛苦 但是烽火轮说 没有关系 因为事情都有两方面可以做学习 第一方面 大盘他说要观察三天 刚好今天来检验一下 有没有任何的止跌好讯号 另外两个事情 像创意跌下来 低档爆大量 低档爆大量的股票能不能抢呢 还有就是像面板删出型封装的设备 其实都只是在箱形整理 线形都没有破坏 今天全面帮您做体检 好 首先有请朱老师 朱老师 是 都是你的错 是 上礼拜没有来 对 台风来得太巧了 是 刚好礼拜三 以后台风天我们就加开录影 好 结果台股在七月真的是一个大跌盘 而且把整个形态看来跌坏掉了 跌坏掉了我们该怎么判断 另外有很多的全支股 其实台积电鸿海广达 他们的位阶完全不一样 我们来检视一下谁该留谁该走 好 我们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来好像辉达不太够力了 昨天又大跌 七月也跌了16.4% 看起来我们大概跟它很密切 大盘也跌了十几帕 所以这个辉达如果不转墙 我们这个大盘可能也要再休息一下 辉达当然它有一些利空 所以才会跌了这么多 但最近也有些利多了 就是财报 微软的财报 辉达也跟着怎么样 急谈了5% 是 也急谈了 那看起来也是止跌的讯号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台股 也能够止住 先止住 要不然怎么谈 止住才有机会谈 真的就是病情要稳住 对对对 还有这个股票的信心要稳住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一个大跌里面 实际上我们的八大公股 十二天都是买超 我们这一次大盘跌破月线 跌了十二天 那这十二天都在互盘 这是互盘的标的 但是很容易就知道 还是以这个我们的护国神山为主 现在看我们的大盘 我们的大盘 在这个地方跌破五均之后 这边跌了十二天 那现在的位置在季线附近 那昨天跟今天都是开机走高 就是说护盘 已经在这里发挥了一点 这个效果 没有再往下跌 而且我们现在的季线 短期的方向都是往上 好季线至少还往上 对对对 所以现在第一个 如果要护盘 要把季线站上去 因为靠它支撑 可是上去的月线压力很大 月线已经弯头了 所以可能短时间 如果美股没有再继续大跌 我们应该就在季线月线 做一个横盘的震荡整理 那我们大家关心说 那什么时候 可以比较明确 说大盘不跌 大家来看看几个讯号 我们回档的十二个交易日 这个趋势月线季线都跌破 那前面这个如果再往前低 就是两万两千五百零三点的位置 这个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好 二二五零三 那近日跌升比较容易反弹 因为我们都讲 跌了三四天 而且又急跌 就比较容易反弹 那季线维持向上 我们就看明后天可不可以站上期限 那如果今天晚上美股能够止住 我们是蛮有机会站上期限 那我们在技术分析上 跟大家好像有介绍过 多头回来不要跌破前面的低点 一跌破它就底底低了 它已经不是多头 那跌破了不是多头 所以反弹叫逃命波 对我们在股市 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名词 叫逃命波 表示如果有反弹 你要减码 而不是又去加码 因为现在的趋势已经改了 好 但是所以现阶段我们 比较不能够期待 再去突破这个二四四一六 对对对 就是说你要突破这个二四四一六 有困难度很高 那其实你如果去逃命波 也不必担心 那万一突破怎么办呢 万一突破就万事大吉了 对对 因为你这个反弹 它如果沿着五军突破了 你也不会卖 那如果没有突破 你一定要卖了 因为它就会 头头低就出来了 头头低就出来了 我们今天刚刚好收月线 对 今天三十一号 刚好收月线 今天七月之后一个交易 所以我们这个月线蛮难看的 收了一个黑K 而且还留了长上线 所以基本上八月份 要就是震荡盘 要不然就是还是会继续回档 就是因为还没有跌破五军 如果跌破五军 它就继续回档 可是我们看月线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也涨了八个月 八个月 涨了八个月 所以回来休息一下 也是为了这个第四季 有更好的行情 所以大家也不妨 这个休息一下 忍耐一下 但是呢 有些人有被套牢 股票也被套牢 应该大多数的人 对对对 那如果 都有被套牢的股票 如果在高档 这个 没有被套牢的 那当然就很好 都有经历的话 对对 就可以等着低的机会 好 我们刚刚有讲 这个台积电 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也在护的指数 但是不要忘了台积电是空头 它不是多头回档 台积电已经变空头了 它是空头 好 这边跌破五军 这个红K站上五军 再跌破 所以这个地方是 头头低 第一个它是空头 第二个跌破月线 第三个季线有撑 它没有跌破季线 我们大盘跌破了 所以我们一直看台积电手际线 但其实形态上转空 对 它是一个空头 所以也是刚刚讲 台积电如果它要 附大盘指数 它有可能会弹 但是这个弹 就台积电来讲 也是月线是压 所以台积电短期了 这一千块会形成一个压力 形成压力 那这边当然就是际线 如果台积电 在这个中间震荡 我们的大盘就像刚刚讲 也是会震荡成立 所以后面还是要看看台积电 那台积电还是一样 散户追的蛮多的 那做短的就不用了 因为它不是多头 就等到多头再来做 做短些 那跌破季线就会去探885了 这边有个大量跳空的缺口 在这个地方 对 大量跳空的缺口 大概就885块 这个地方应该支撑的力道 就会比较强 而且跌到之后 大盘应该也跌满足了 满足点也会跌到 现在还不满足就对了 对 因为现在还是空头反弹 还没有打底 好 那我们有几档 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F4我们的 互国的四档股票 至少鸿海也是首级线 对 鸿海也一样 跟大盘回挡 跌破月线 跌破前低 所以反弹叫逃命坡 所以一样在月线的放压这里 对 但是因为它跌下来的 这个套牢的幅度 还没有很大 如果你有短线被套牢 趁着反弹的时候 你就先出去 这时候你的赔损也很少 大概5%附近的样子 好 那广达就跌得很深 两个礼拜没看它 它就给我一直跌 这个应该要骂一骂才行 对 要管教一下 对 要管教一下 这个太不乖了 明明是一个多头 怎么回答跌生这样 好 那我们不管 就线论线 为什么说它比较差 因为季线跌得很深 是 它不但跌破 还跌了一段 对 好 那跌生的今天 有止跌的讯号 好 那鸿海没有满足 那广达会不会 有机会满足呢 广达今天两天止跌 它一样也会反弹 好 那反弹也是月线的压力 好 也一样要到月线压力 对 如果你套的不是很深 你没有买在最高点的话 如果这边起涨 那你到月线还好 赔个十块 是 那你就先走 十块因为按比例嘛 大概赔三%四% 是 你就先走 等到以后均线做好了 底部做好了 然后再来做 这样比较安全点 好不好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 套牢的股票很多 是 因为大盘一跌 现在只有一个类股是多头 就零件类股 其他全部都不是 包括金融股都走坏了 前一阵子还蛮强的 等于从类股图来看 对 几乎所有的类股 形态都坏掉了 那既然这表示说 你股票很难做 我还是叮嚀大家 不要我每次来都要讲解套 因为你老是有人被套牢 没有啦 前几次来我们是很开心 对对对 几乎都在网上 可是开心完了 不要被套 好 不要被套牢 因为套牢了三五年 不一定会解套 你要想清楚 朱老师三五年真的很重 三五年 真的 不相信 不敢不信 红海三百块套了十七年 是 还没解套 你说我买在一五五五 解套了 可是套了十四年 对不对 所以再来 如果你的套的公司 还不好的话 那更惨 这些好公司还可以了 你抱一抱 总是还有配股配息 是 那还有最重要就是这个 你的资金没有办法流动 要全部都卡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在做技术面的人 不希望把资金卡在这 那如果做那种投资价值型 那当然本来就是要摆很久的 那个就不会在这里面来讨论 好 那我们这两个就告诉大家 不要套了 大地光一样 你买在最高点 现在套了七年 而且这底部才刚刚反转 是 可能还要再一两年才能够上来 好 那这样怎么办 每个股票不一样 有的人套得很轻 10%以下我们都叫做设停损 你没有超过10%那就是设停损 跌破均损你就走 10%到20%还叫轻度套牢 也就是反弹你就离开 像我们刚刚讲年发哥 你反弹你就走 大概赔个5% 就等于上面这个一样 但是如果你超过20%了 就有不同的做法了 反弹卖出以后 你反手做空 被做空的人再去做 那不会做怎么办呢 把它卖掉去做另外 多头的股票去解套 换股 对 你就换股 如果你卖了不动 那就赔了嘛 如果你卖的钱 去把它做好的多头股票 做个两波或三波 那你一样你这个赔损 就可以弥补过来 那还有怎么办 已经跌了30% 40% 好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这支股票 如果有基本面的 你就不要卖了 然后因为它大概会 满足以后会反转多头 那这时候你去加码 买做多 空头的摆着 多头再做 你这样很快就把它平擦掉 好 这因为这个已经跌深了 跌这么深可能只能去求活 这张图就告诉你 你这边跌深了 你这边反弹你把它卖掉 然后这边做空 这边做空 你大概做个两到三趟 你前面跌的就可以 可以弥补了 好不好 好 我们看几个股票比较明显 联发科现在赔了13.7% 今天开发说希望有点机会 而且我们也讲 你的买点应该是回后买 会买在这 所以你大概赔13% 那现在如果有反弹了 那你就反弹如果不涨了 你就买 涨你就继续吧 那当然就越来越接近 你的套牢的地方 所以如果到月线 你这边的赔损大概也就是五趴 就是五趴 这是一种做法 所以还是要等它反弹 对不对 没错 当然 因为现在还没有跌得很深 像日月光也是 还没有到20% OK吧 可是它就急跌 对 但是它如果反弹了 一样到170你就先走 你大概要买 买在这里182块 所以也差不多 赔个大概8%到10% 好 像这个股票就不鼓励你的 就是说你卖掉以后去做空 为什么 因为这个股票的前面的低点还很低 那这个也跌幅很大了 25% 可是你为什么策略不一样 因为这个稳帽 这个是它的低档 你把图缩起来看 稳帽是最近才涨的 前面都是低档 对 它落后其他的 对 那现在又回到低档了 你就不要卖了 不要卖 对 不要卖 因为已经跌太多了 那你就等它重新打底 变多头 你去做多 是 做多 另外再去做多 那你这样子的价差 很快就会回来 好 就要看个股 看你手上的股票 等于整体 对不对 它都是PA 但是其他涨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不一样 可能要拉长一点点 对 这边非常谢谢 谢谢 朱家宏 朱老师 谢谢 朱老师常常提醒大家 国际股市好 大盘好 其实类股才有好的机会 现在类股的状况 全面表现不好 所以套牢的几率一定比较高 今天有讲到大家 如果你是轻度的套牢 深度的套牢 各自的解决方法 但重点在要懂得去解决 好 广告回来 我们傅序哥要上场了 好 这段时间 想要减股票的朋友 这段要听起来了 因为傅序哥他不但没有减码 还发现有很多的好股票 跟原物料的叠价受惠有关系 等一下来听听看 傅序哥怎么说 因为你的fans很多 所以很多人都说 希望可以出一个傅序ETF 好 好 那这档ETF现在在干嘛 我们就要问一下操盘人本人 是 是 是 台股其实有跌到 上次你讲的那一个低点 对不对 21950 可是你说你没有减码 你还在看什么呢 看一个原物料下跌的受惠股 为什么突然注意到这个事情 对 因为 这不是 先讲21950 好 先讲21950 我记得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 盘中真的是有跌到21950 没有看到 对 那我先讲 为什么说 我说21950 假如跌破我会无差别 把我的手上的股票 不管是什么 再看好或再看后来 都会减码10% 制作单位很残忍的把它列出来 对 我的确有讲这个话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大盘跌10% 我们的很多个股 通常都是跌230% 是 你知道吗 那假如大盘跌20% 通常很多个股都是窑窄 所以这是我这个所谓跌10%减码 不然那个跌10%减码的一个理论 是 就是这样 那这次为什么没有减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无差别减码 因为那天是盘中 我刚好在忙 在工作 哪有时代看盘 是想不到厕所是不是 大家这是玩笑话 我那天其实我也有看到 但是我又看到一个更重要的迹象 什么是 不知道赵华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这一个月不是 美国有大型的科技股 包括台积电广达 跌的比较比较比较惨 等于台美都在跌全中国 对 到穷都没什么跌 甚至还收红 钱好像流转到到穷 到穷相对是强的 还有那个罗素2000指数 就是小型股的 也通常在这些大科技股跌的时候 没有跌还涨 对 这一段时间是这样 那我自己解读 其实这个代表说 这个资金 还是留在股市里面 只是做轮动 然后从一些比较 可能是比较贵的股票 涨比较多的股票 然后再去重新找机会 可能是找价值股 可能是找比较没有涨的股票 就是还不愿意退场 那这样的话 你看我手上的蝌蚪头 好 新铲 新铲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是这段 大概是这个月 你看哪有跌 真的 没有跌 还有一点涨 那异光 异光也是一样 虽然他的单日的震荡是比较大 但是事实上这一个月价格 就是在七十八 八十这样震荡 而且异光我记得 你是对他还有兴趣在加码的 对 没错 因为异光我是觉得 他那个 他上半年的营收的成长很高 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 更不用提我手上最重要的持股 地宝 甚至前两天还创个历史新高 所以我就想说 我干嘛挤了结嘛 这个资金没有退场 资金是在寻找 下一次赚钱的机会 那搞不好换到我的机会 换到傅旭哥登场 你天险之人就对了 所以我就不急的退场 不急的减嘛 所以我们投资股票就是 也不要那么死板 对 我就觉得要与时俱进 要保持弹性 所以现在还想减股票 就要来看傅旭哥最弱 对对 然后反而我最近 你知道吗 我最近去那个超市 发现到哇那个去买 买那个橄榄油的时候 吓一跳 你知道吗 现在一公升橄榄油 以前大概半年前 只有大概三百多块 现在都四五百块 涨这么多 涨很多 就在这三年 三个月半年的事而已 我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这根本买不下手 才一公升橄榄油 还好 四五百 有些还六百的 但是你橄榄油买不下手 我去看看 那买沙拉油就好了 还是很便宜 不要妥协 你要喜欢橄榄油 还是买橄榄油 太贵了吧 你鼓励领一领 对不对 买个两打 对对 我勤俭持家 所以这个 所以我发现橄榄油太贵 沙拉油还是很便宜 赵华你没有发现最近淡价跌了 淡价 不像之前一盒南球 之前一盒都七八十块 现在变成四五十块 大概五十块以下买得到 也是一盒也是十颗 但是我会观察说淡价跌 那鸡肉到底有没有跌 没有什么跌 猪肉也没什么跌 所以到底是鸡生蛋 蛋生鸡 对 你知道吗 这很奇怪 淡价跌但是鸡肉 就像我太太喜欢吃盐酥鸡 偶偶都买盐酥鸡给他 想说蛋价跌 这个盐酥鸡要不要便宜 没有 而且一包还越来越少 分量还越来越少 而且牛肉更贵 然后我们投资的也会注意股价 这个可能很少人发现统一 统一是 他最近真的很强是 台湾的食品龙头 统一的股价至少创了25年的新高 这不是还原全值 这是绝对价格 好 这个是有意义的 同意有非常强的避险功能 对 那我是觉得整个原物料的下跌 对它的成本降低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好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一些聪明的资金 已经先卡位了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指标 就是一个sign 对 你知道吗 不止避险的需求 它可能在获利面上面有受惠 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到底原物料到底跌的程度是怎样 好 以油价而言 距全波 全波大概是在110几 布兰特 现在跌到大概80几 西德州更低70几 距离全波段的高点 大概是半年前而已 已经跌了35% 玉米腰斩 黄豆跌三成 小麦跌六成 这个大概都是一年前的高价而已 糖也跌了 糖也跌了 signal 跌了三成 原物料跌这么多 但是物价 还涨你的橄榄油还买不下去 对 手摇引有给你降价 猪肉有降价 因为猪肉是吃玉米的 很多都吃大豆渣饰料 饰料有跌 没有降价 对 那就代表有人把钱赚走了 对 没错 因为我们很多商品 具有所谓的价格僵固性 价格的僵固 尤其是那种加工的 具有价格的僵固性 这个假如猪肉跌成本降低 但是他就是不给你降价 利润就跑出来 有些食物类好像真的是 对 还有这个涅价下跌是一样 涅价下跌 划心不好 你看股价也很多 它涅很大盘 对 但是你知道吗 最近这几年用涅用最多的就是电池 电池好久没有 所以这些康普 美其马 那个获利下半年是 可以期待的 可以期待 像玉米 黄豆下跌 饰料液 饰料也会降价 但是拿玉米或拿黄豆来炼油的油脂液 或是拿这个饰料来养猪 养鸡的畜牧业 豆腐业会获利 成本下降 你看大豆碟这么多 请问你去买那个豆腐有跌吗 没跌啊 所以这个会受益啊 所以说中华石啊 中华石专门做豆腐 养鸡的大臣捕蜂啊 会受益啊 他们真的很抗跌 对对炼油的大统一啊 会受费 好 整理出来 好就等于预言他们下半年业绩 应该会有不错表现 对对对 但是我这个挑股票也不是乱挑的 也是很有原则的 我刚刚告诉你 所以我看到说原物料下跌 也可能有一些公司会受费 但是能不能买在便宜价合理价 我还是非常重视 好等于不是每一家都便宜 对对对 那谁便宜 我的就很简单啊 过去世纪的EPS本益比18倍以下 我就不碰了 为什么18倍 因为大盘把台积电去掉 平均本益比是21倍 好 我要比21店还要便宜18倍 我才要买单啊 对对 现金值利率要4%以上 为什么4% 大盘现在的所有股票的平均率 那个现金值率是3.5 我要比3.5高啊 对对对 斤斤计较啊 我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我才会买单 是 所以我刚刚帮大家分析 华航会受费嘛 油要下跌 但是他本益比OK 但是殖利率只有3 所以我打XX 我不要啊 对对 藏龙行 本益比OK啊 是 才9倍 8.49倍 值利率超过5 这个 OK OK 藏龙 也OK 藏龙行OK吗 OK啊 你看本益比7.5倍 值利率 对 所以他明年会超过10% 是 今年配10块嘛 明年搞不好配18块 所以搞不好明年 以现在买的殖利率是10几% 所以绝对是很有资格的OK的 那大统益可以啊 好 大统益本益比18倍以下 是 现在的那个 殖利率 4.6 4%以上 这个就OK 我就用这个原则 好 来挑 来筛出来 对 里面你看中的股票 好 先看藏龙行 藏龙行 藏龙行股性真的让人家也受不了 但是这个 我觉得有机会 怎么讲 我觉得有一个短期性的趋势 因为油价搞不好明年就涨了 不知道 所以油价下跌的受惠可能是 未来三个月或是 或是未来半年的事 这是短期因素 让他获利应该会不错 而且短期又在过暑假 但是还有一个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是 有让长龙行受惠 什么 因为台湾的国旅 国内旅游 旅宿费啊什么 越来越贵 太贵 对 然后大家想说 这个我干脆去国外旅行好了 这个是结构性因素 好 这会让很多国人 越来越喜欢做海外旅游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长龙会受惠的一个原因 那仔细来看喔 他这个油料大概占航空公司的成本 20到50%不等 贵的时候可能到达50% 所以影响很大 是 那 他今年第二季 他第二季 获利还没公布嘛 油价还是大概跌3% 但是长龙行2Q营收 即增6.7% 所以第二季营收 那个获利可以期待 我觉得有机会已有 因为第一季已经0.87了 是 有机会一块 单季挑战一块 单季挑战一块 就是大概是 从来没有看过的历史 好 可能是新高价 对 等下这个刚刚讲 昂贵的国旅 刺激海外旅游 好 这是长期的 好 长龙行 进入你的手背范围 好 大统一做沙拉油的 欸 你看大统一 你看我刚刚提到去 那个 感染油不行 一公升感染油就要四五百 好 那就算了 我们还用沙拉油做菜就好了 是 所以我觉得他的业绩会受惠 好 这叫经济学 这个叫做替代效应 好 这也不是乱讲的 这个就是教科书有写的啊 我就听老师的话 选股票而已啊 周秋姐我送你几桶 橄榄油了好不好 大统一 第二季获利出来啊 第二季单季毛利率 十五点一 上升这么多啊 第一季才十点五 为什么 刚才老师有讲啊 好 大透跌啊 好 因为第一季大豆还比较贵 对 好 第二季跌很多 第二季大豆便便宜了 成本降低了 他其实第二季营收是衰退的 好 但利润却上来 利润是 对对对 你看他第二季单季就赚2.65 上半年4.42 我觉得他全年有机会挑战9块以上 去年是7.53 是 所以你看这个股价我觉得现在除息之后 还没填啊 都还没填 大概是140几 是 OK 是OK的 一波上来又已经修正回一个比较合力的价位了 对对对 好 我觉得下半年因为感染油脚继续跪下去 大家就会买沙拉油了 是 对他业绩会有一些帮助 南桥 南桥 本来是化工啦 现在想到他就想到点水楼了 对点水楼 那他上半年EPS 对 他字节是2.15 是 50几块 然后上半年2.15 算便宜的股价嘛 重点是他这个面食事业 他做那个冷冻面 他 那个客户有2万多个 对 冰品事业 台湾人有一句俗语 第一买冰 第二做医生 代表说卖冰的理论 非常好 还比医生还会赚喔 这个杜老爷 矿氏旗派都是他的 我儿子很喜欢吃矿氏 很喜欢吃矿氏旗派 还有烘焙油脂事业 这个都是从大豆提炼的 所以这个大豆下跌对他获利有帮助 都受惠于原物料的下跌 他的主要产品线 都是会受惠原物料下跌 然后旗下一个就是 拥有矿氏旗派跟杜老爷冰淇淋的 这个皇家可口 要上市了 他要上市了 所以会有一些四股利益 都是题材性 这个股价会有一些帮助 现在我觉得这个或许 这个我是觉得股价也还好啦 最近有稍微有点反应 有点反应 但是觉得有机会 而且本益比还很低 应该才13、4倍而已 那假如今年赚4块3、4块5 50几块的股价 你怕什么 好 不过这边要请教 傅旭哥你之前的蝌蚪头 有很多是他的公司是产生直变的 例如地保车灯 他会一直上去 但刚才也有提到 很多的原物料价格可能是颇动的 对没错 所以这些新发现的原物料社会股 也许它是一个比较中期做投资的选择 对没错 你这个像我这个 这算是一个 对比较中期受惠的一个题材 就像讲明年如果油价变贵 大家也要做一些应变 对 所以你就要 你买这些股票是因为原物料下跌 所以你要继续盯着原物料 好 假如原物料突然又涨上去了 这个当然你就要做调整 是 这个做基本面投资麻烦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但这个你竟然要赚 从股票赚钱 这起码的功课是要做的 好 没问题 反正会持续请您上节目 这边非常谢谢傅旭哥 谢谢 好 傅旭哥告诉大家 没有减码的理由 是因为发现资金还在市场上 只是去寻找更棒的标的 所以他从原物料的受惠 提供给大家一个中短期 一个很好的避险 以及下半年业绩有起来 有机会起来提升的领域 好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晋级 风火轮艾伦要来咯 首先帮大家检验一下 大盘经过三天的考验 到底考验通过了没有 那至于最近创意跌到下面 爆大量止跌 这是一个好的讯号吗 还是去找依旧在线系相形整理 漂亮的族群呢 好这两天的台股好像叫做弱中透强 前一天晚上看夜盘还在咕噜咕噜咕噜 但是到了早上有V转了 到底艾伦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那当然很多人手上股票跌啊跌 会想说我会不会砍在阿呆股 那艾伦来解答了好 好 风火轮 好 季线一直上不去 是 然后但是每天晚上跟每天早上 都是两样情 是 到底该怎么看 最近有很多的法说也是两样情 对不对 像今天望红国具的表现就很好 你有发现最近要开法说的大型股里面 有你觉得很棒的标的 形态上不错的 好 那当然还有抵挡爆量的创意 相形整理的面板扇出型封装 该怎么选择 好 我们今天先来帮大家解个大盘 好 刚刚朱老师讲了很多 所以我们就快速讲就好了 好 不行 你要仔细讲 好 我们来验证一下 上周五说的这个三天理论 那事实证明这已经过了三天了 还没有站上 比较可惜一点点 对 但是其实也没有到说 虽然说不至于到这个七八十分 但是勉强及格还是有的 你给他及格 勉强 勉强大概59.99这样子 对 差一点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这两天 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晚上都很惨 一醒来 奇怪浮出水面 对 那就会变成是 它其实有在21800这个地方 去砸了两只脚 这边是21889 这里是21833 那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个同一个概念 就是守住了这里的多方缺口 好 这里是21800 那这里呢 补完缺口的话会是215 所以我们支撑才会说 218跌破要看215 那215跌破要看212 基本上就是往300点向下看 是 那再来呢 压力区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300点向上看 一个是222 一个是225 再来是228 那225是尤其重要的 因为它这里来补了缺口 它其实在我们前几天 有补这个空方缺口 是有补起来的 那补起来后面向下杀 那向下杀 才又打了两只第二只脚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短线上 视为一个218 到这个225 700点左右的区间震荡 所以虽然没站上季线 但至少人家218 怕两只脚 稍微有一点点支撑 是 所以在这边如果我能够 把225做一个突破 那基本上就会在季线 这边形成一个大概 为期几天的一个箱形整理后 多方获胜的反弹行情 是 那当然了 我也是维持一样看法 这一波很难直接创高 对 那可能回去向上看到 比如说232 或者是233附近 其实从底部反弹上来 也已经1200多点了 对所以如果225能够成立 那基本上就是看300 看300的向上走 对 那就看走到哪一天 可能又开始出现了什么 比较明确的这种黑K 破坏形态的时候 那可能到时候就是 下一波的整理开始 好 所以还是先看有机会先反弹 对不对 反正我们每三天发你一次 你就每三天检查一次 对我们再看一次 好 所以这边虽然比较可惜 我们没有站上季线 但因为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这个MA5 其实是跟季线非常接近 是 我们现在季线的位置在22306 22306 那MA5呢 在22315 其实非常近 其实非常近 对 那不过MA5是下弯的 那季线是上弯的 所以呢 比较明确其实是 他这几天想挑战 其实不是季线 是压着的五日均线 对 那连五日均线都站不上去 我只能求什么 求在这边做打底 所以打了两只脚 那明确的 这应该就是我们自己 那支打出来的 对 因为外资现在还站在卖方嘛 是 对 所以就看 这边外资受不了了 打不下去了 看会不会做一些回补 跟着一起买 那这边就很容易做22500的突破了 好 那就突破嘛 突破就看压力区 好 向上看 300 300往上看 是 好 小10k 上次教我们的 没有错 小10k 我们这边也注意到 这边都是一路向下走跌 是 对 那你可以发现 这15根左右 大概三天的时间 是 都已经出现不再破底的状态 好 不破底的小10k 对 所以呢 其实刚刚那边是小的箱形 这四天嘛 对 那你可以放大来看 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是大概这一个阶段了 所以呢 一样 还是哪里 还是225 那225能够突破呢 就是箱形整理多方胜 好 我们就开始补缺口 来到228 然后再来看到232 再往上看 是 所以这边已经愿意打底 至少我们不破底了 虽然反弹可能没什么力 是 但防守是有利的 所以这边手一手 看愿不愿意 这个一起卖的人 变成一起买 是 就有机会上去了 所以我们这边再忍耐一下 好 因为刚刚傅旭哥有讲 觉得资金并没有全部离场 是 而是选择在不同的产业里面轮动 是 所以其实还是有强势族群的 但真的偏少 真的偏少 OK 那这个是大盘的部分 我们再加把借 再把这个底部打好 2250快点做突破 就有机会走反弹了 是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好 明天要开法说的台达店 对 台达店呢 其实是最近全职股里面 表现少数算相对强势的 对 那我觉得强势的 有这一个鸿海跟台积电 是 那我的标准是季线 对 因为像联发科跟广达 对 季线都破掉了 对 那台达店呢 明天会举办法说 那台达店它本身 其实做的东西非常的杂 没错 像是这个电源有它的事 散热有它的事 那甚至机器人也有它的事 对 所以它的东西非常的杂 那非常的杂 状态之下 就会变成是 它这里东贡献一点 西贡献一点 反而是前面 因为AI大涨的状态之下 台达店有涨 但没有到大涨 因为它自己曾经在法说会上说 它不是一个纯的AI概念股 是 它是什么都有 那什么都有 什么都占一点 变成是股价呢 比较难有大波动 是 但是这个是多头来说 是比较可惜的 可是空头来说 它是稳健的 它这个线型看起来很漂亮 是 它今天这根红K呢 是涨了3.6% 是 那昨天其实都有占回全部均线了 只不过呢 今天很明确的是出现了一个向上弯的状态 所以在这边做一个操作的话 停顺点当然就是直接抓前滴了 对 这个前滴的位置 只要守得好 基本上就可以去期待 它至少会在这边做震荡 所以是非常不错的 那再来筹码是非常稳定的 大户千张持股 一路往上 是 而且今天供给还有出点量 所以量价关系上来说 那当然基本面肯定是没问题的 所以期待一下 那看起来今天是有人想要去押保 好 押保明天的法说会 是的 所以这边看起来还是蛮有机会的 那停顺点有好抓 是少数一个相对抗跌的全职股 好 台湾相对好的全职股 这个比台积电的走势还要强 其实还比它要强 对 好 大家看到创意了 先看好的 再来看 但是创意有很多人很犹豫了 是 它已经跌到前面的一个低点了 是 对 但只跌了 不确定现在是不是好的介入点 好 创意当然 以右侧交易来讲 这没什么好介入 对 先不要说什么均线没有站上 它是跟MA5的乖离都还偏很大 所以均线乖离过大 那当然右侧当然没有什么好操作的 可是如果要抢短线的朋友 是 昨天其实是爆了一个 今年以来的第二大量 第一次大量这边没有 在二月的时候 是 大概九千多张 那昨天八千多张的大量 其实你可以发现 这个一然无疑 没有人的量 比它这个来的大 表示什么 表示有人在底部去做一个承接的状态 那承接的状态 为什么在这个底部做承接 那显示有人认为 它这边应该是跌够了 对 那跌够的状态之下 我想要抢一个反弹 你看今天就反弹了 大概5%左右 所以呢 这边确实 1080这个最低点 有一个底部爆大量的状态 可以视为短线的一个支撑区 好 支撑区 是 那当然 如果你要抢短 请记得哦 你看到这边的非常干脆 都是直接向下走 然后5日到60日 全部呈现空头排列 所以呢 这边一定是 上去碰个均线就要跑了 是 反而如果你是空手的 当然不鼓励放空 可是如果以顺势交易而言 这个上去碰均线 应该合理 是要向下继续做操作的 所以它会是一个 短线有反弹空间 但不是跟你说 这里1080会突破1690 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这个是大家短线上 可以稍微去注意的 对 那如果手上还有呢 在这边就先不用卖了 我们以右侧而言 这里是一个上升趋势线 所以这边跌破应该要卖 是 手记率应该第一时间要出场了 是的 那另外一个状态是 它这里相形整理 它是破坏上升趋势线之后 它没有转空头 它是转盘整 所以转盘整的过程中 哪里该卖 就是这个前低破了要卖 基本上就是这里就该做了 这里也破季线 所以前面如果你应该卖的话 这里就应该卖 最晚在这里要卖 最晚 对 那如果这里都没有卖 那我觉得也不用卖了 也不用卖了 对 就看能够反弹到哪里再来说了 好 把亏损减少 是 那再来创意这个法说 自己这个自割双币之外 隔壁的相关的 IP股 对 全部也被乱刀 又变成全面下调展 是的 那其中一个受影响的 当然就是致源 那致源呢 昨天也公布法说 好 但是好像就是有那么一点点 也没有够好 对 就是OK啦 我了解了 但好像说我好想买也还好 对 因为它的营收其实还OK 这个Q2 那个较上季 是成长2.7% 那不过呢 跟去年相比是衰退 所以我们就公布 这个7月的营收到底是怎么样 OK 那再来呢 不过针对技术面上 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 去做调整的地方 好 我们这边回测到哪里 就是这一根大量红K的最低点 是 有手喔 这边是280块 好 那今天由想走反弹 开低走高 弹到哪里 弹到五六均线 五六均线就收了一个上影线 那你可以发现 它是沿着下降趋势 现在回落的 所以呢 今天虽然有反弹 但反弹力道不太够 那甚至是还没有构成 想要右侧交易进场的条件 所以呢 以右侧而言呢 我会觉得停看听 是 对 可是呢 如果以一个赚培比的角度而言 这280块 今天收盘296.5 所以我最大可能亏损是19.6块 好 守这个低点的话 对 16.5块 对 那我用16.5 有没有可能换 占回全部均线的一个行情 对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好 这个是支援的部分 好 再来呢 是这个系统 好 IP股的系统 对 最近的IP股大家都很有事 那它就很厉害了 对 因为它减资 哦 它减资了 对 它减肥 它减肥 那减肥呢 就先来一个创新高 对 它原本股股比较重 70几亿 所以它还想要减肥 那减肥到前面减完肥 这两天其实都下杀 甚至有一天是跌停板的 可是今天涨停了 对 那涨停的状态 大家可以注意 我们先以这样形态来看 当然它有点不准 因为它不是正常的技术面 它是有一些自己事件的 的技术面 可是呢 它还是创了一个新高 我们单就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这里的压力区还是做突破了 那再来第二个 今天的MA5跟上 昨天的低点有手数 今天拉了一个 守昨天低点之后反弹的涨停板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单就技术面上来说 它在等一个均线跟上 跟守昨天的低点 那这里就是一个形态上的展开了 所以如果想要做操作的朋友 昨天的低点 可以视为短线的停顺点 对 或者是说 它有拉上去之后 可以用短均线 五日均线 当作是它的停顺停利点 是 那当然啦 我们也会说 这个减资对于个股来说 到底是不是好事 那这边可以去注意 短线上有激励股价的效果 可是长期而言呢 还是要观察一下 公司的财务体质 有没有改善 我会觉得 要关注的是 它未来 如果去公布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开始趋于好转的状态 好 其实减资是中性的 对不对 但是近年来的减资 其实后续其实法人捧场的例子 还蛮多的 是 所以可以观察一下看看 是 另外一个 它这个筹码是有在增加的 对 它是有在增加的 好 再来系统看完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安国 安国也很喜啊 对 安国这根也是被创意带下来 好 因为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安国其实很撑 但是后来又刹下来 没有错 所以在这边啊 我们还是注意一下 它这里成交量整个都放出来了 所以交易非常热络了 那在前面呢 183有做突破 那虽然最近有压下来 可是人家昨天有收脚 好 人家昨天收一只小脚 如果要以停损点来讲的话 大概在156 可以当作是个停损点 好 进入到这个设备股的部分 没错 这个是这个面板设备 那也是算是FOPLP 好 给你个赫 好 这边有 7月26号 对 好 那后面确实有拉上来 好 我们那时候说 以这个最低点当停损点 因为这一段时间没有跌 就算是涨了 确实它很强 它真的很强 我们大盘是涨这样 对 涨这样 相对很抗跌 那今天其实整体租群有做一个反弹 对 可是反弹过程中 均好到后面是开高后走低 盘中记得涨到8%左右 但后面中场是收跌1% 那这边就要稍微注意了 因为它来到116块附近 前高 前高位置 因为它今天涨停刚好就116了 那等于是它碰前高之后 有一个爆量的上影线 所以这边我会建议 可能回到90块附近再来看 那不然的话 这里明天是不太适合做介入的 稍微注意一下回落的状态 好 这个是均豪的部分 好 再来呢 事情还是很漂亮的 还是不错的 这里只要没破基本上没问题 大家可以受证 对 剩下就是买点的问题了 好 再来是冬结 这一批真的是厉害 很厉害 其实里面 其实里面还有像什么金财科 也都很厉害 金财科今天也很强 今天也很强 没有错 那冬结呢今天盘中是有过高的 我们刚刚讲到均豪没有过 可是冬结有过 是 但是他也上影线 那上影线一样 我们就统一的一个道理 就是这个前低的位置 要做防守 要做防守 只要守得好呢 这个下来 后续都要有机会重新挑战了 那这个大家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重点是在买点的状态 不要急着去追 因为今天其实都是一个挑战前高 虽然盘中有过 可是尾盘没有过的状态 那就显示这边可能还在消化 是 那就再等一下了 好 以上呢 是这一些相关的 我觉得还算强势的个股 给大家做参考 但是因为现在大盘看起来 虽然是止跌 但是离反弹 可能还要再多观察一下 还要再等一下 整体的资金水位 是不是不要维持在太高呢 能够换回现金就换回现金 我个人认为 还是稍微把 至少啦 至少如果你还是很想买股票 那就用现货去买 至少先不要融资 先不要融资 至少先不要融资 因为昨天融资都还在增加 今天不知道 但融资不减 似乎对于直稳这件事情 就比较是个负向表列 没有错 好 这边非常谢谢 风火轮艾伦 好 风火轮提醒大家 现在的大盘 他给59.99999 接近及格的边缘 但是个股的表现不一样 有些股票看起来急跌爆大量 但是以右侧动能交易 是还不能减的 只能先观察 可是手上有的朋友 也不见得要砍在阿呆股 提供给您做参考 那下一段节目 依旧非常的精彩 我们要来渐渐 现在盘面上 唯一的多方代表 就是银建股 另外到底为什么 昨天晚上 回答跌得这么惨 它的市场 真的会被别人给瓜分吗 下一段节目 好好拆解给你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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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